我接下来要上的是怎么样做切割、分割、合并这些东西 我们有时候对于一个模型而言 我们没有说一定它的形状要很规则 如果你想要对它进行细分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做 切割是一个可以让你稍微细分 但是又不会分得太细的一个方法 这里是我们进入一个blender之后 然后选编辑模式 然后全选 然后你按Ctrl R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叫loop cut 就是循环切割的功能 会出现这样一条粉红色的线 这个就是切割点 你可以移动它 你可以移动它 然后就切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会产生一条切线 这是切割完之后的状况 你也可以按Tours功能里面的loop cut and slide 就是切了之后移动 这样子就可以再切第二刀 另外一种切法是不规则的切 不规则的切你可以先全选起来 它只会切你选的部分 这时候你按住K之后把滑鼠拖过去 会形成一条这种切割的轨迹 那它会照这个切割的轨迹这样子切过去 但这种最好不要太常用 因为它切割的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路径 这样子会造成多面体变得很怪 所以这样就切割完毕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切割的动作 我建立一个新的 然后我放大一点 我进编辑模式 那进编辑模式之后 我如果选正面好了 那我按Ctrl R 这样我就会出现这个粉红色线 这个粉红色线 这就是切点 那你也可以选直的 那这是切点 那我按下去之后呢 它会变橘色的 这时候还可以移动 那你再按一次之后呢 它就不能移动 这样子就确定下来 那你也可以不要那样子 那么麻烦按Ctrl R 就是如果你记不住 你可以选这个Loop Cut 一样在这边 它会让你切 好 那确定下来 Loop Cut 那我这次不要切直的 我切横的 这样就切下来 再一样Loop Cut 再切一次 看你要怎么切 那当你切完之后 你会发现模型不是还是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了 因为你已经切完了 你在编辑模式 我比如说我这样子选这一点拉 你会发现这两边有切点的感觉 已经跟原本一般的立方体不一样 它的切割的部分已经存在 所以这个可以帮助你在建模的时候会做细部的一些修正 那这是属于切割的部分 那我先讲完我再让各位做 切割 切割当然不只是用来切而已 它还可以 比如说把整块切出来 或者是我可以把某个东西连接起来 那这边请注意几个快捷键 第一个是A A是全选或取消全选 那B呢 就是框选 BB是全选 但是现在新版的Blender应该是改成C了 C是全选 我们待会试一下这几个功能 我现在在这一个画面里面 我如果先取消 我按A是不是全选 再按一次A是全取消 那如果我按B的话 它只选我框的这部分 我按B 只选框的这部分 那我再把它取消 我如果按C呢 它会出现一个圆的东西 那你用这个圆的东西来画 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圆缩小或放大 放大一点你就圈的比较大范围 缩小一点你就圈的比较小范围 那这个是C 全选 那这样子 要离开的时候就按ESC就会离开 我也可以一次再把它全取消 那这是选择的部分 那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你来移动你整块的东西 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我这样子好了 你会发现我只有正面有切 对不对 我这边没有切 那你看我如果想要 比如说我选这两个点 我是按Shift去选 这样子也是个办法 但是如果你想要选更多的话 那你可以一次按B这样子选 就可以选到 OK 那如果你是选的东西比较偏圆形的话 那你就用C这样子选 OK 这样也可以 那看你适合哪一种 你就用哪一种 那接下来要示范的是 我先离开 离开 那我再加一个 加一个 加一个追好了 加一个追进来 那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说 这两个永远都黏在一起 不要再分开了 这时候呢 我就把它选了 然后再选它 然后我按Ctrl J 按Ctrl J之后 你会发现它稍微有一点变化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 就是它永远分不开 OK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想把它合在一起 就可以这样子 但是不建议常常用这样 因为你要百分之百确定 不然你就很难分开它了 不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上一步 这时候还没有连进去的状况 如果你已经存档了 那可能就很困难 所以你可以按Ctrl J把它接在一起 这是一个连接的办法 这是连接的办法 是用Ctrl J 用Ctrl J来做连接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东西 你想把它分开 那你可以用P的快速键把它分开 这个Petition 那以这个例子 我既然进去编辑 你会发现 哇 这个我很难编辑 那我想还是真的想把它分开 那我就选这样 那我按B框了之后 OK我就选这一块 那我按P去切 然后Seperate Selection 就是它可以根据材质 或者是其他的 那我现在用这个Selection切出来 你会发现它已经被切 切出来 这一块就独立 OK 那这个是用P来把它分开 分辨成两个物件 OK 那你要先进编辑模式 分开完之后 再回到物件模式 这样才可以真的分开 那这个是关于物件的连接 和分离的动作 那所以记住这些 那最后如果你要删除 一样用Delete或X都可以删除 那这是我们刚刚所做的动作 这连接 然后分离 OK 你也可以分割之后再分离 这样会更细致一点 OK 那这是我们刚刚所做的动作 那请各位呢 就试一下这些功能 那这些投影片呢 我们都有放在 今天上的布林建模是放在这里 如果你不清楚 你可以下载这个投影片 然后照着操作会比较顺利 那分割与合并就放在这里 我们每次上课大部分都有投影片 那你可以下载之后看着做 那我录影我也会上传 像刚刚的布林的部分已经上传上去 那社团里面也有网子 那等一下这个分割合并也会上传上去 那也会放在这里 OK 那各位就试试看 这种分割和合并的功能 OK